好了,我現在是第二輪了 哎呀,他很瘋了,誰吃公仔麵 現在才是那個 現在是第二輪了,IG的朋友 現在去講天平座 過去一兩年,你們究竟有沒有在家 家庭或家居的概念上,有一些新的啟發呢? 例如,你們有些朋友,你羨慕他們 他們有頭好住家 或者你去探訪他們的家 你覺得他們的家很漂亮 又或者你們認識了一些地產經紀的朋友 原來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前奏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過去一兩年,有一些東西勾起了你們對家的興趣 無論是家居或是家居 如果沒有,那怎麼辦呢? 但是你也自己處理 生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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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言歸正傳 但是言歸正傳去繼續講天平座 所以這些會挑起你們對家 和生活安定的享望 好了 所以你們今年是有家運的 那 家的範圍是很寬的 由居住環境 物業買賣 租房 搬屋 裝修佈置 甚至呢 我們講conceptual 一些 去到你們的家人親情 你們要去修補家庭關係 甚至一些家徒 整個extended family的家徒關係 甚至是跟鄰居的關係 這些方面你們都會OK的 而且你們會容易找到向藍樓 為什麼會這麼特別呢 因為今年我說穆星去了摩褶座 摩褶座在方位來講就是藍的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喜歡 中國人 其實是香港人還是所有中國人都喜歡 喜歡什麼 向藍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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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好處呢 可能不知道 不懂 不懂 香港人喜歡去藍樓 香港人喜歡去藍樓 因為東面你早上一曬 很容易曬壞屋 西斜 西斜更壞 因為西面的太陽 駱先生那時候是毒過 很毒的 毒過東面的太陽屋 是的 因為低 西斜的角度 對 而且好像把家具照顧 那些家具照顧 北面很明顯是冬天凍老飛氣 但是夏天很熱 因為北面 因為夏天沒有風 北面 因為我們中國有很多汶宣 那個氣候 季後風 所以向藍是最好 而且向藍東和夏藍 因為有海洋性氣候 應該是這樣 所以 天平座的朋友 今年容易找到向藍樓 錢買怎麼辦 租 因為我說家居的方便 我剛才說過 租房搬屋 是嗎 全部都有這些 膠 是嗎 骨 現在是 不是 現在那個向藍 和向北都有 兩邊的窗 對流窗 我家也有對流窗 風大 很恐怖 所以 還有推而往之 任何 你們要去移民 或者去換國籍 這些事務 都可以 OK 還有 如果各位 你們想脫離 你們的原生家庭 即 即 甚麼是原生家庭 知不知道甚麼是原生家庭 我知道 即是 你出生那個家庭 家庭 是 你們想自己搬出去 今年也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尤其是 如果有些年輕人 如果要離開冷血的家人 其實是蔡翁思馬 以及Facebook 是的 是的 還有 就是 我們講到心靈層面 因為我曾經都說過 其實家和那個安全感 是有關係的 掛勾的 在我們知不知道 因為一個是一個 physical的東西 一個是一個 spiritual conceptual的東西 好了 如果你們有一些 關於自己的安全感 童年陰影 這些煩惱 今年也是可以去治療 看心理醫生 就可以做些事情 好了 接著 現在她說到 雙子 沒有更爆發的東西 還不夠爆發 等等 好了 好了 你的醫生都說 是啊 好爆發 好啊 我之前去看Grace 去義母拜訪 她叫我今年去 照顧那些東西 是嗎 是的 因為她是太陽天平 我們就認識一個心理治療師 就說那個心理治療師 建議你今天去 剛剛去義母拜訪 每天都有問題 去探究 你去看看 哦 接著 你可以找Grace 是的 你有沒有同眠陰影 有沒有安全感的問題 我不會說這件事 那我教她 很多 好啊 好 接著是雙子座 雙子座 有沒有雙子座 終於有 終於有些參與了 雖然不是 你剛剛也有參與的 是的 好 你是太陽和張次摩賴 嗯 好 過去一兩年 又跟Omi有些相似 Omi是 你剛剛是說了什麼 親密關係那些 是不是 OK 剛剛 就是過去一兩年 你又是跟人去 剛剛就建立了親密關係 是的 是的 我們在尖聲學裡面 說的親密關係 我們其實是叫Partnership 是的 所以呢 不一定是說伴侶 還可以說生意Business Partner 是的 生意合作夥伴 是的 但是接下來你們開始 會有一點點 怎樣呢 就開始 講金 不講心 是的 是的 聽清楚 不要掉進去 接下來會容易 講金不講心的 例如怎樣呢 例如你們開始要去開聯名戶口 是的 或者去夾租 是的 那這些時候 你們會容易去計較 哎呀 誰付出多 誰付出少 是的 這裡要注意一下 OK 是的 會有一些角力在這裏 因為 大家都知道 趕錢相感情 是的 會有一些角力在這裏 尤其是 如果你們 你和這個夥伴是有性關係的話 那就會 更加多了那個power dynamics 就是會更加多了這些角力 是的 好 但是無論如何呢 有一個好消息的 就是 當月近年尾的時候 是的 那麼 你的伴侶 再說一次 無論是生意夥伴 或者是 拖友仔 或者是老公老婆 那麼 那麼 他對你的金錢的控制 會越來越寬鬆的 他不會管得你這麼實的 是的 那就要等到年尾開始 是的 就是 就是越近年尾 那麼這些角力 就會慢慢介紹 他會對你有一些養貌 是的 那麼 還有呢 哎呀 雙子很開心 是的 雙子今天不用吃豬酒 你們的環材都會就手 是的 那 就是 盡情不得睡 OK 那 那 但是 真的要學那個女人說 有沒有人喝水 沒有 那 那 如果 那些經理人 下面多些雙子的歌手 的話 就會拿到一些錢 對了 記住 我跟你說 相子今年是環材 對 對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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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投資價格可升又可跌 大家小心 細得萬年團 這些廢話 OK 那 還有 例如 我今晚說過有什麼會升 有什麼價格會升 記得嗎 石油 天然資源 石油 煤 還有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 或者有聽書很厲害 還有誰 還有誰會升 黃金 我剛才說過貴 貴價金屬 是不是 不是貴價 是貴價金屬 是的 是金屬 因為那些元素 是的 你想想 黃金多是從地球生出來的 是吧 這些會升的 所以尤其是商指 如果你去投資這些東西 你便會容易賺到黃金屬 是吧 那 是的 那 還有 例如我星期五 我也提過做些什麼行業會號 是的 大家可以買那些 就是行業的股票 是的 商指 OK 那 講多一次 不是正財慢慢去加薪 是的 在我們占責學來講 呢 黃金屬是包很多東西的 是的 不是真的只是賭博 那是包什麼呢 可以是花紅 是的 可以是獎金 那獎金大家都明白了 但是雖然和合作現在無限期話庭 是不是 多得 臨電說要不公關 是的 OK 那是佣金 是的 反稅 或者是銀行肯借一塊大錢給你 是的 總之呢 我們在占責學來講 那個橫財 就是無端端 有塊錢給你 就不是說你知道 因為如果你是辛苦賺工 你是慢慢地加上去 是不是 所以商指會有一塊 砰 這樣添下去給你們 今年 是的 然後我就想說 還有 是的 如果我們touch wood 一些的 是的 有什麼意外之材 是很touch wood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白金 他被人打入遺產 白金你不會自己收到 是 Exactly 他很聰明 給你唱聲 我第一次想到 一定要 好 就是軟手套 賺錢 很聰明 就是我完全想說的 所以如果touch wood 就是繼承遺產 還有那些保險意外 那些收益 那些理賠 是的 今年也有機會 會收到 是的 然後就 所以 麻煩多些關心 身邊長者的健康 是的 好 接著 接著 我見到有人問 如果沒有伴侶 那怎麼辦 沒有伴侶 沒有伴侶 相似嗎 是的 但是你那個伴侶問過了 好 那不要緊 靜愛順見 靜愛順見 那你現在還未盡情去 賺那個環財 是不是 去賺環財 這個天路很好 上年你沒有伴侶 那你今年還未去 你今年是賺環財 是的 還有 Free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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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lance是屬於正財 是的 因為 尤其是Freelance 你真的是血汗錢 你做了一份才有一次錢 非常之精彩 是的 接著 還有 我們應該 應該這樣想 就算沒有伴侶 如果你環財好 就是你有錢 那 通常有錢的那個 潛力就比較大 那些人都喜歡有錢的 那些人都喜歡有錢的 那些人 應該這樣想 是的 接著 還有 最後一樣 也是 直入職廣報時段 但不是刻意的 因為真是尖聲 我是這樣說的 是的 你們可以去 涉獵 原學阿術數的東西 例如跟我去學 特和和尖聲 是的 會有以外的收穫 不過其實不是的 我沒有救班 是的 我沒有救班 但是我有學生 我是私手的 是的 OK 但是我暫時應該不收 Anyway 是OK 會有以外的收穫 好了 雙子講完了 現在講 摩蜜 香港人又叫山陽座 上升和太陽 來吧 還有沒有 摩蜜 我先喝兩鐘 好 你可不可以再分享一次 然後再讓別人聽 我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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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四十多 他就只剩二十個 我有分享 可能講得太久 是的 OK 接著現在是講 什麼 講摩蜜 嗯 好了 過去一兩年 整體上 你們休息多了 休息多了 但是絕對不是說你們懶 因為懶這個字 是從來不會用在摩蜜座身上的 摩蜜座是勤力到西非利的人 好了 是的 那只不過呢 應該這樣講 過去一兩年 你們開始學會了 work rest balance 是的 你們開始會知道 休息的重要性 就不是說不斷在那裡默默做 是的 那不會一日再在那裡死咬懶 那所以呢 既然你們過去一兩年 已經休息了精神 那今天要做什麼呢 摩蜜座 是的 摩蜜座 落到混蛋 是的 就是 你之前休息了 現在就要重新出發 繼續去打拼 是不是 是的 記住呢 今年一個詞 就是記住 要闖多些 要去做一些身份事 因為我剛剛講過 木星就是來摩蜜座 是不是 然後 失陪的時候 那個廁所 這樣 這樣 那 木星我剛剛講過 是什麼能量 是 是什麼能量 木星是 的 木星是很像小朋友 很多新的嘗試 機會 所以 那有沒有老人家 給他做 木星 木星自己就是老人家 不是 摩蜜自己就是老人家 是的 所以 但是現在這個小朋友的力量 來了你們 那個爆發的力量 來了你們 所以你們今年 還要去闖多些 做多一些新的嘗試 是的 還有 不過廠的時候 你又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今年 再說一次 其實由去年 12月3日 直到接下來的 冬季 你們會很想 multi task 去做很多 不同的東西 因為你們 那個廠的心態 試一下 試一下 那小心不要會 太大壓力 是的 OK 那還有呢 尤其是在 理想幻滅期 又出現這個 代表 理想幻滅期的期間 是的 就會容易去 失了分寸 有些氣裏 有些迷失 在自我身份認同方面 有一些懷疑 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 是的 見不到自己的定位 是的 但是總之 我經常都說 今年來的冬季 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那你們multi task 捱到過了冬季 只要肯 肯真心付出 那我就在這裡 担保 你們過了冬季之後 就可以叫高雲伐第二份 是的 是的 因為我今晚不斷 去mention那個冬季 因為我們會發生一個 叫木土合 木星合土星 是的 他基本上是三十多年一次 但是這次這個木土合背後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更加重要的東西 就是二百多年才發生一次 是的 所以很重要 今年來的冬季 還有我經常都給大家 給了一個希望 是的 就是所有的手足 因為二次朋友們 今年 就是低調一點點 但是過了冬季 暴政開始會走向滅亡 是的 這是說整個世界潮流 整個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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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說 大家一定要捱到去冬季 因為過了冬季 整個世界潮流 就會開始有希望 很多暴政會慢慢走向滅亡 是的 我星期五的Live很長 講了很多故事 要回去做功課 是的 好 接著 有沒有白羊座的朋友 沒有 上升白羊 上升白羊 到底有沒有上升白羊 都沒有 我的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 是的 這位朋友 他就不知道自己是上升雙元還是白羊 因為我剛剛看了他的盤 他不知道自己多少 連多少點都不知道 是的 很可憐 但是他就真的答正 哇 那個交界位是雙元和發元的交界 雙元當然對 但可能其實你不是那個點 可能你不是那個點錯 可能你是上升的 是吧 但是你也可以聽一下 會不會真的有些朋友會這樣 不會的 因為 每一分去計 其實他不會回答到的 因為過了零 就算由零開始都是計身那個 就算零那個 零到都開始計 對 anyways 好了 上升和太陽白羊的朋友有沒有 好了 大家 現在問問大家 有沒有聽過 工作 career 和 calling 這三個唱的分別 有沒有聽過這三個唱 有 有啊 那你不要答著 有人聽過 工作 career 和 calling 有沒有 那你說 有什麼方便 不過呢 你假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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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光顧過 Thomas 他一定會有一些罐頭的錄音 是說這三個唱 是否不太 噢 噢 噢 不是 因為我沒有說過 job career calling 你告訴我 有嗎 有嗎 有人 吃 你自己說 好了 那 job career 和 calling 那部分分別就是 最簡單是 工作 job 是工作 好像那時候 曾蔭拳 他那個slogan 是什麼 大家記不記得嗎 其男 他競選那時候 我要做好這份工 對 我要做好這份工 對吧 那些人就去 說他 說他 因為你不可以 當這份是工 那麼簡單 不是一個job 對吧 job 就是工作 然後career 大家會怎樣翻譯呢 事業 對 事業 然後我現在講一個calling 宇宙call你去做這件事 但是 你不會說 是我的呼叫去做這件事 那是什麼 這個 什麼職 是一個 天職 是的 我剛才看完林鄭的天職賣港 好 林鄭的天職賣港 我可以 我選得非常好 好 好 好了 欸 獅子 獅子BB 看兩國之後 看兩國之後到你了 那你自己去計時間 好 或者你之後來聽 聽都可以 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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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找到你們的中心事業 甚至是天職沒有呢 究竟 是的 如果你們已經找到 那就恭喜 是的 放心 你們的這個 事業 calling 或者天職 或者是簡單點工作 會更上一層樓 是的 今年的工作事業天職運 會上一層的 是的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真的 我真的恭喜你們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呢 我這裡是要唱一首歌的 就是呢 恭喜你 恭喜你 不是啦 就是 連同作天的 連同作天所失的都一起找到鳥 是什麼 即使萬了他也遇上鳥 韓詩 韓詩喔 你唱一次 我猜錯了 連同作天所失的都找到鳥 即使萬了他也遇上鳥 什麼歌 我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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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這首歌 是的 如果沒有的話 今年是可以找到你們的那個 東西的 好了 尤其是 尤其是 如果過去一兩年 你們忽然之間 有一些人生大志 有一些新的方向 是的 有一些很高遠的目標 那你們一定要趁今年 將他發展 變成你的終身事業 那你的成就 會非常之大 是的 今年當然是一個 最黃金的時期 然後這個能量 其實是可以長到 長多四年左右 是的 所以其實在這四年 但是尤其是今天 因為那個能量會遞減 是的 那你們要將 你們的 忽然之間 有一些人生的目標 發展成終身事業 OK 是的 你講到這個能量 我想問一個概念問題 這個都纏繞了很久 當然你說能量遞減 因為有些人說 能量會有高峰 嗯 就是有些人說 那種線是浮線 究竟是 由最高點到最低 我這樣 就是這樣打一尺 就是最多一路去到最善良 是的 是的 因為今年就是 因為牧星走了 去摩托了 那就是你們 應該會帶到這個事業 那帶他一路走 離開那個能量 就越來越遠 對不對 就是我和你可能 這麼近說話很大聲 我走到那邊說話 都很大聲的 但是會越來越小聲 對不對 好 那還有 那 但是我現在講到閉嘴了 如果 你們想轉行的話 真的想轉行 那雖然 我今晚開課 我沒有去講過的 其實我強烈不建議 你們主動去轉 除非殺到迷身 是嗎 但是呢 因為 不要突然搞大了 今年 但是呢 白羊座呢 你們可以有少少少少少個例外 你們去享受到這個例外 是的 是的 還有如果今年轉的話 麻煩給自己一個deadline 是在夏天之前 是的 你們想主動轉 就趁夏天之前好轉 那麼難搞 夏天前都沒有感肺炎 夏天前六月二十幾日 六月二十幾日 六月二十幾日 那你沒有感肺炎 你要轉 都難搞 是的 所以可能有時候這些事情 就是天意 天意難為 好 然後 如果有人想問清楚 是否叫做 Job career 或者 calling 好 Job就是很簡單的工作 是的 那 career 是事業 是一個長遠一點的東西 不是說你搞定手頭這份工 你是覺得它 是你人生 你是會嫁給這份工 就是這份事業 是的 是長 是長遠一點的 但是如果天意的話 是更加神聖 好像你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 任務 是的 宇宙給你一個任務 我生出來 我是要做這件事 是有一個使命感在 是的 Job career calling 那 好 現在終於到我 上升巨蟹座了 有沒有巨蟹座 沒有 有 過不過來 沒有 你現在是太陽巨蟹 太陽巨蟹 你什麼時候 六月二十九 交給你了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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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著好久 幾下 你這麼有趣 有 好了 肥媽以前那塊老師 什麼 她是肥媽以前那塊老師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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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唱歌 我想問一下肥媽的東西 肥媽桑奶 你快說 我可能想唱歌 好 無論如何 過去 據蟹座 過去一兩年 很辛苦 很辛苦 很多勞動 是的 每天很多密密密密的事情去做 很辛苦 是的 然後 現在心態上 開始 我們不會 因為勞動密密做 就是經常這樣 去埋頭苦講 每天的事情去盤 對不對 那麼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會開始去想去發展一些很深刻 和長遠一點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是的 那麼想有一些很long lasting的bonding 是的 而不是再在這裏 每天都在這裏 是的 所以呢 我們今年呢 有一個partnership的運 是的 那麼partnership 我之前都說過 是的 除了是可以解結婚 婚姻 是的 或者是生意合夥 是的 或者是任何呢 要簽contract的運 是的 所以呢 就算你今年去租屋的話 如果那個contract是由你去簽 那麼可能 那個業主會是比較好 我會說他很多麻煩的那些 是的 是的 那 總之是一些有法律 有法律 約束的關係 那麼我們今年是有這個partnership的運 OK 尤其是呢 都是跟那個宇宙大貴隱 如果簽約的那個對方 是一些給你年長的人呢 那麼就會ok一些 是的 那都會帶來你的一些安全感 是的 和容易給你一些幸福 是的 那還有呢 哦 還有 是的 那麼我們一向呢 巨蟹座是這樣的 我們就很 很害羞 有些害羞和刺傷如量 我們不會 就是不會說很爆 可能是肆子座 你知道肆子座是很 有什麼說出來 是的 有什麼說出來的 有一點霸道 很aggressive 是的 巨蟹座呢 通常我們都是會忍 但是有些什麼事情 你真的忍不住 你就爆到很恐怖的 就是那個程序是很大的 還有因為巨蟹座我們是受月亮去支配 那月亮很多emotions 是的 但是呢 巨蟹座今年呢 我們要爆了 什麼地方要爆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些 一直是不信超的敵人 很討厭他的人 原來巨蟹座今年呢 我們會和他的矛盾 會白熱化 還有嚴重的話呢 我們就真的會爆他 爆到上什麼程度呢 可能會找律師局 牽涉了法律的關係 總之是公開宣戰 這個就是巨蟹座今年的通勢 然後現在剩下最後兩個星座 水瓶座有沒有水瓶座的人 有嗎 有阿哥 你是阿哥 我應該是太陽水瓶座 我學 說一下 他是太陽水瓶座嗎 是太陽水瓶座 你說一下水瓶座的人的性格是怎樣 我覺得他很吵 你覺得他很吵 水瓶座多了 水瓶座可以是新的 大家有沒有對水瓶座有其它看法 deixar Rachel kilomet 用 되지 aha 我是水瓶座眼鏡的 因為是固定式 我們稱為固定性座 沒有飄法 差異不了 我懂得的水平座都是瘋的 我真的會用一個字就是水平座 我真的聽過水平座是瘋的 我真的懂得的水平座都是瘋的 你講一下 我想說什麼 但是我覺得 誰是他 Karen 剛剛說了 我們講了一大堆壞東西之後 有一個大字出來說水平 你是瘋的 但是我想說 跟水平座做朋友是開心的 因為我看著他瘋的 我會覺得很搞笑 所以我身邊的瘋的水平 我會覺得很搞笑 但是如果說太近的話 我會有點害怕 不要瘋我 水平座 很重要 很開心 過去一兩年 OK 講一下過去 過去一兩年 你們認識了很多人 會忽然之間認識了很多朋友 你們會很累 好 那固然是要做些什麼 會不會 睡 睡 Exactly 睡和休息 是中了這些 theme 你們過去認識了很多朋友 很多 socializing 就會累 所以今年要休息 要潛藏 就像蝸牛一樣 要獨處 原來這個東西就是為了要養精 養精什麼 畜養 畜養 為什麼呢 養精 畜養 做什麼 因為原來就是 過了 今年的冬至 你們的人生 就是要爆 就是因為 你們會受到 我剛才說過的 二百年一遇 真的二百年一遇 的 那個 星星的能量 會照著 對 所以你們今年 要去休息多些 還有做多些 斷捨離 對 斷捨離 或者你們有空 去做body check 對 去看看身體有什麼 狀況 對 就是身心靈 OK 看醫生 無論是心理醫生 或者是身體 GP那些 對 或者做一些靈修 工作 對 這些全部 斷捨離 還要幫你去清除那個瘀血 對 因為你要送夠營真 究竟能量 你要去 整走了 你們才可以去迎接 來著冬至之後 那個二百年一遇的 靈能量 OK 所以 in the meantime 你們未去想定 究竟我過了冬至之後 那個人生 這麼爆的一年 究竟有什麼目標 你們想去做 無果而不理 OK 其他所有事情 我就建議大家 一動不如一靜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今天休息多些 OK 睡多些 還有 如果你們一直有失眠的問題 今年是可以解決的 還有 你們今年 尤其是 如果透過那些靈修 冥想 打坐 參禅這些東西 這些很spiritual的東西 那 對你們很好 尤其是會幫你們解決失眠 是的 還有 你們的幸運顏色 是黑色 是的 為什麼只有它才有幸運顏色 因為說的 能量是雙重 哦 是 因為他們中了兩個雙重的能量 所以 是很significable 是的 還有呢 還有一些漆黑的地方 例如戲院 是的 還有一些很靜 很靜局的地方 你們想想 可能一些宗教場所 是的 是 監獄算不算 我想說 你問得非常之好 其實 其實 我們要說簽職的 是包含監獄的 真的 你說得對 我很聰明 但是我不會跟你說 你去多些監獄 Clapping 是 Clapping也可以 你說得很好 Clapping也可以 OK 不行不行 雖然Clapping是黑黑黑黑 但是它很吵 對 對的時候有些spotlight 是的 這樣不行 組織是要很靜 所以我剛剛還沒說 我有沒有說museum 我沒有說museum 是吧 還有戲院 戲院是要靜的 雖然部戲很吵 對嗎 對 還有一些漆黑的時間 什麼是漆黑的時間 什麼是漆黑的時間 就是夜晚 對 這些時候 也有助你們去整理你們 一些凌亂的思想 去心神合一 就去為了夏年 冬至禍後去做一個很厲害的準備 好 現在說它的對面 對面在哪裏 知不知水瓶座的對面是誰 C C 你們算得這麼好的 你一直算 我們剛才說剩下兩個 是香港 是呀 詩詩過來 詩詩來 你也是詩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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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詩詩 OK 原家 原家 請請請請 我詩詩沒心情 小心 現在要進入這位 我想說真的很有緣分 總之這個是我之前見 我之前是詩詩職人 然後我想說我沒有說謊 我發誓一下 我真的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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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會想起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昨晚會想起你 不是 你看到我 有印象 我一看見我看見你 所以你剛剛帶在後站 我連他什麼名字都記得 然後就 然後就 還有我整天是詩詩賽 我記得 我記得他的名字是詩詩賽 然後剛剛看到他 所以 謝謝 這件事 現在就講詩詩賽 草點 即是今年的開國文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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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原來過去你們一兩年 是很happy 是的 我們曾經在過去很忙 然後不知道誰過去 又不知道怎樣 OK 你們過去一兩年很happy 好像 很happy 很happy 一點都不happy 哈哈 我覺得這兩年很非常 即是你之前 再不happy一點 所以說你不happy是正常 好一點 喂 但是你是 什麼 已經是什麼 長的 你還不happy 你現在去後很happy 我知道他很happy 你不要扮演 逼人happy 不是的 我知道他是 但我不懂 我知道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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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happy完 你們要去追回進度 是的 追回進度 還有聽說 有一句話叫 有這麼久風流 然後呢 就繼續風流 就繼續風流 不是的 有這麼久風流 不知道什麼 下一句 不知道 有這麼久截墮 是的 所以你們突然 要追回進度 happy完 好嗎 OK 是的 怎樣忙發呢 OK 還有 過去因為happy 而種低的果 今年會變成負擔 如果說過去happy 其實我們知道 我是說哪兩種happy事 我們通常說兩種happy事 第一是生寶寶 過去有沒有獅子座的朋友 是生了寶寶呢 pn 我生了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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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pn 是嗎 cd座呢 過去你們生了寶寶很happy 但是現在 慢慢會成為負擔 你會覺得有責任 還有過去 你們有沒有拍拖呢 過去一兩年 我沒有拍拖 我這麼慘 好齊了 OK 這個慢慢會變成責任 所以其實 基本上你們 今年會有很多壓力病 還有 有時會很極端 你們會暴飲暴食 或者是偏食不吃東西 暴肥暴臭 令你們的健康 尤其是牽涉什麼呢 尤其是牽涉你們的頭髮 牙齒 皮膚 和骨頭 都容易會出問題 好 那怎麼辦呢 我有一個問題 那如果呢 他們上兩年沒有happy過 這些問題是嗎 是嗎 Sorry 又是好像 好像不知哪一個 雙子的問題 喂 如果 上年沒有partner 那怎麼辦呢 Sorry 你們吃不到的運氣 對 那想想想 這個會不會是 自己的問題 可能你甚至病 自己的意見 例如說這樣 有時反頭諸極 但如果你說 我真的 至少更忙 那可能你們的盆 就有一些因素 射走了那個不能量 如果我要根據理論 去這樣說 OK 好 所以獅子 我不管你過去有沒有happy 但是那個延續就是這樣下去 如果過去happy完 現在要追回那個震動 對 但是無論如何 我不管你過去有沒有happy 為什麼大家要在這裡表現肌肉 不是 OK 真的在這裡 我會不會是 10度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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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連氣也拍的 很冷 很冷 我真的覺得很冷 我真的覺得很冷 不是 好 我們要大聲一點 最後這個星座 會不會很吵 好 好 今天會有壓力病 好 那怎麼辦呢 好 那我就跟你說 你們去做運動減壓 那你會說 OK 那我做運動當然是減壓 就是說廢話 不是 我真的根據占星理論去說 這個是關於那個運動的能量 是的 所以如果你們今年去做運動減壓 是的 還有好就好 它不單止幫你減壓 如果你們想去修身 或者去操肌肉 其實今年做運動會有好成果 是嗎 沒有了 它已經有好成果 可能會再好一點 是嗎 表演給大家看 給觀眾看 我看過了 OK 好 OK 然後 我還有 你們在今年 你們的日常作息 會被打亂 是的 會被打亂 那 所以在宇宙打亂你們的日常作息 之前 我建議你們先去打亂它 即是好像剛剛Omi 說 那些中式師傅就說 我們有血管支柱 那你們去洗眼捐血 對不對 好的 你們覺得怎樣可以主動去打亂自己的日常作息 即是有些日夜天道的朋友 那些朋友 我本身也是 本身也是 我這樣來講會更加亂 是的 但是師傅怎樣去主動做些事情呢 都不懂 可以 下午睡覺 下午睡覺 當然可以下午睡覺 但是 是的 即是可能 現在是做夜間 下午睡覺那些自己吊姦 是的 做夜間 所以 日常睡覺 聽起來好像很頹廢 但是 如果我們想過正面一點 就是你做一些夜間的東西 是不是 我寫了 其實可能你去夜校 因為 其實 日常睡覺應該工作 即是日出而醉日入而適 但是 你現在就主動去做這個 反過來的東西 那你就去認了個叫 不是去夜校 做夜間 是吧 或者 你比平常人更加早睡早起 就是 令到你那個 日常生活的那個作者 更加有一個 自己控制在 不是人家就不會去打亂你 你自己去 打得很實 對不對 所以 還有 最後 你們有寵物的運 如果你們沒有養寵物 就可以去寧養寵物 但是 最後要記住 在理想幻滅期間 千萬不要棄養 因為在理想幻滅期間 你們會比較不容易 動物的 它們會變了很多責任 可能容易病 容易賴屎 好了 最後 今次這個理想幻滅期 其實我是很多星座 我某幾個星座是特別提過 但是其實這個期間 亦多是 在全部的星座 會發生什麼事呢 好了 什麼叫理想幻滅期呢 其實我是給大家一個更加 Catchy的詞 給大家聽 其實它就是我們 占星學裡面說的 一個叫 木星逆行 對 它是發生木星逆行 這個現象 那麼 會 大家會容易 就到你們的一些 新的嘗試 去感到卻步 感到一些 失望 氣餘 什麼時候呢 這個理想幻滅期 即是木星逆行 就是 今年的5月14日 記住了 今年的5月14日 去到9月13日 即是 基本上是 4個月 剛剛 5月14日到9月13日 對全部的星座 12個星座 都會 你們一些新的嘗試 會有些少許氣餒 但是我曾經也提過 處女座會受到影響 會情懷翻科 還有 獅子座會不喜歡那隻寵物 因為牠會有些麻煩 還有我提過哪個 我不記得我提過哪個 其實我今晚講的 是關於 太陽和上升 還有魔戒座 我也講過魔戒座 在理想幻滅期間 就是會 影響你整個心情 很容易迷失 所以 特別這三個星座要注意 但是其實對全部12星座 都會有影響 好 我講得很口開 請我們今晚講完 謝謝大家 好啦 那就再次講多 最後一次的新年祝重語 那你先講 那邊先 那邊是實在流 身體健康 出去的平衡 光復香港 如果就我會開口罩 時代革命 你不是說時代革命的嗎 那你呢 是時代革命 好吧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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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活動 工作室 沒有 對 有